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哈德來玩我們的KO4STAR今天是6月1號 已經6月了 今天就要來玩那個雷歐娜 98年的 瘋娜 好 那我都還沒有養成啊 我就邊養成邊玩好了 畢竟就直接玩啦 沒啥時間 做功課 因為現在比較晚啦 現在是 也不是說比較晚 現在比較早啊 凌晨4點啊 準備要來 入最後一部遊戲 就是這一部 好 首先他BGM跟雷歐娜的音樂一樣 好 4點6月1號 禮拜六 好 那這是Q號 我昨天200抽嘛 200抽抽到一隻啊 喔 抽到兩隻 所以一星 可以一星 先來養成一下 不對 我應該先來把套卡換出來 昨天那個150抽戰鬥卡有保底券嘛 保底券我打算就是換套卡吧 這 這裡這裡這裡 這是格鬥卡 然後這是 這是個格鬥卡 戰鬥卡嗎 在這裡 好 你們看這個 差一張嘛 這 這個 這個是神武跟那個 伊麗莎白的 然後一型插一張 那因為它剛好有直屬性 然後又是對稱 雷歐娜也可以吃得到 那我就給它用吧 我就選出完 好然後雷歐娜 目前的話就是 特殊卡 喔特殊卡 這個是昨天抽的嘛 然後 套卡的部分 這是我之前抽的啦 之前可能都有抽到 這個我待會練一下 然後有一張六星卡吧 這一張吧 這樣這個 無法阻止的覺醒 加暴擊率暴傷這樣 我待會練一下 練的過程跳過啦 然後還有什麼可以裝 沒有的話就裝個CD卡 應該是有啦 應該是有之前的啦 像這個 排輸的吧 排輸是增加一般攻擊傷 因為排輸普攻會一直丟撲克牌 那這一張咧 這張也可以啊 放我們中這一張好了 泰瑞跟排輸嘛 好那不是我 那不是我 那是我隨便取的一個ID 避免大家污漢 那也不是我們家親戚朋友 好我來把這個卡片捏一點 這邊先跳一下 好 點完了 然後 覺醒一下吧 昨天有抽到嘛 我先覺醒一星啦 那如果要三星的話還要再抽啊 可能要再200抽吧 因為我還有一個保底券嘛 所以還要再200抽 如果都沒抽到就是再靠保底券 就這麼衰 那應該就是 要再過幾天吧 過幾天再抽抽看 通常都是會把某一隻抽到三星之類的啦 啊 膠囊也不夠喔 好我來 養成一下膠囊 然後覺醒石也再練一下 覺醒石練個一顆吧 好那我們這邊再跳過一下 再跳過一下 好 膠囊吃一吃 裝備OK 覺醒石一 顆 這個 然後這個沒有裝 那個要三星才能裝啦 好然後核心的話 一星的話 只能點那個 我們這邊一次解放一下 哇這個 都沒支援啦 這麼慘啊 我不知道要做多少了 做個20顆吧 KOF的角色養成算快了啦 因為你那平常支援都累積好了 所以可以瞬間 也不能說瞬間 就可以練很快 很多遊戲的角色都要慢慢練 因為它支援不是那麼那麼容易取得 然後 EUE的核心面板有10點啦 你只能點攻擊力吧 就先不點了 因為10點攻擊力基本上就可有可無 哇 好 那 這邊可以領一下獎勵 我都沒在領 沒在管它 這個周朝任務我基本上也沒在做 都讓它卡住 今天好像有稍微給它完成一下 然後這邊都爆場嘛 道具招彈券可以換那個掃動圈啦 我們來看圖鑑吧 圖鑑我就 第一天稍微瞄一下而已 也沒有說看得懂 今天就來仔細看一下 然後待會玩一下 玩一下 我也都還沒玩 我現在都還沒玩 它是98的 太前面了 太前面了 然後直屬性格要70% 然後直屬性平衡對稱 這個是PL維肯 PL維肯要1星啦 1星就可以用 然後我先看我現在可以用的狀況 就是你確定你可不可以用就直接看這裡 這邊 我現在是UE是 它秀是秀零幾 它這邊秀零幾 因為你這個 EUE的話要30等才能有 就是你要覺醒三星才能有 這邊秀起來是這樣 你這樣看比較準 所以我現在 沒有那個1級的效果 1級的效果你要去圖鑑看 它這邊好像會丟多其他東西吧 然後我現在PUE只有長這樣 就是也沒有下面那個什麼打擊強化 長風強化吧 好像是我印象中是這樣 那一天看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就是5分之0 還有1分之0的效果 跟大家說一下 那如果你是剛入坑玩家 如果你要用P 你要用UE的時候就是 你就直接按 它就會觸發這個效果 你要用PUE的話你要先P 我會可能再按UE 就會變成PUE 簡單說就是怎樣 讓大家複習一下 有一些 可能還是有一些新玩家嘛 老玩家流失的比較快 但是新玩家加入的就比較少 好 這個就10秒 然後你進的冷卻是75%這樣 然後再配合-CD卡也可以123123123這樣連用啦 我們來看 我這個是1級嘛 那我現在是這樣而已 1星只有這樣 你要3星就會變這樣 主動機冷卻 就多了一個冷卻 輪替時間可以重置也不錯 這個1星就可以重置 真棒 真的很棒 因為以前這個都要5星才可以 以前EX格鬥交到5星 而且它要EX技能有才可以重置 那像這個就可以用了 然後就會消滅這個血之腳 療 血之祭品對象 消滅這個對象的時候 自己的UE技能時間冷卻在減少 80% UE技能這個冷卻時間在減少80% 這麼厲害 可以一直用 使用時會移除自己的血之腳療 並賦予 一個名敵人 血之腳療 血之腳療是什麼我還不知道 因為要去看核心 好 血之腳對象6 血之腳重疊 20秒內追加血之祭品 喔 喔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它的升級版 血之祭品的話是 以收到型要錄到效果 UEPUE效果是 我會移除 這邊是想移除 喔 血之祭品是這個啦 減少格鬥架的氣勢 減少 對象的威壓減少 然後 對象的威壓減少 格鬥架的氣勢60% 就是我氣勢的60% 去減少它的威壓 的數字 然後對象雙增壓量35% 暴擊抗率60% 這個 這個 這有點輔助耶 debuff耶 這個血之祭品 我現在沒有 這個待會也不能看 這個要三星才有 好 那這個就是 給你如果想要存當輔助的人 你就用EU1 比如說你的雷歐娜只有三星 你沒辦法用PVE 這麼強的效果 的時候 你就用EU1來當輔助 又可以 就是你放完這些東西之後 然後你去輪替重置 就可以換你的主力下來打 大概是這樣 它現在設計就是 設計成這個樣子 我最近發現它EU1跟PVE 會有一個 分支線 一個可能是主攻 一個是輔助 就像以前的那個EX格鬥家 也是有分 兩個EX技能 一個是輔助 一個是輸出 那這個就是輸出啦 主動技減少70% 主動技傷害增加200% 然後攻擊速度移動增加 速度增加 氣勢增加10% 然後這邊是打擊 掌風增加傷害 所以這個是存傷害 自己的傷害 然後這是可以當輔助 debuff嘛 然後又可以重置輪替 這樣大家應該看懂 這隻的定位 還是 雙定位吧 可以雙定位 好競爭1 這邊是反擊 戰力輔空 倒地沒有 倒地前要趕快競爭1 然後給它恐懼 然後 有吃又選擇 角療的時候 暴擊命中 剩餘的競爭1 3 冷卻 這個雪之角療應該是我自身的吧 我們先來看核心 不然太抽象 OK 暴擊命中 賦予自己 命中敵人1人5秒的雪之角療 OK 我有雪之角療 敵人也有 那雪之角療就是 抗暴率減少5% 我自己也有 也是這樣 最高5% 然後暴擊命中 然後每隔1秒 這個是要疊加初雪暗黑的效果 暴擊命中就有 以前雷歐娜都是暴擊命中可以幹嘛幹嘛幹嘛的 很多雷歐娜都這樣 像那個ES雷歐娜好像也是這樣吧 可以快速的疊加 因為那個 技能1是 氣功嘛 它就有快速疊加 給大家看一下吧 這是剛好也有傷修嗎 它有類似的技能 這邊 這邊 暴擊命中 著傷初雪 就是以前打成盾都可以用啊 可以快速的疊加 它的負面 好 所以我們這隻 98雷歐娜也有啊 類似效果嘛 就記住就可以了 這個 在這裡 初雪暗黑 雙負面 然後你打那個 路卡爾或是 工會路卡爾或是那個機師應該可以用 初雪暗黑的話 8年前的第1次開始雪的暴走怎麼好笑喔這個名字 暴擊命中的雪之教了 就是它已經有雪之教了你在暴擊命中它 就會獲得 雪的暴走 雪的暴走幹嘛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 增加氣勢啊 就是比較強 然後又可以那個 迴雪超級負夾 迴雪超級負夾就有點像那個 傷起的那個 草地精 也是這樣 好 這是什麼 八節級的孩子 好這個大家都有這個大家都有 免疫啊減傷啊免疫負面啊 雪的暴走 那那個 雪之祭品就是你要再打一次啊 你 移除自己的然後賦予一個敵人吧 然後敵人如果已經有雪的角料的話你可以再 賦予一個雪之祭品 雪之祭品就是這個 要測試 反正我現在沒有 因為這要三星 反正我現在就這樣啦 好 我們來玩一下吧 講這麼多抽象的東西直接來玩一下 任務喔我都沒調整耶蠻搞笑的 就沒刷任務啊 先隨便上好了 就是我RUSH都沒打啦 這個RUSH完全沒打 我可以配他們了 這是LINK 這個無界大家都有 無界送兩次啊 第一次直接送到五星 第二次也是直接送 套卡都那個特殊卡都送 呃他好像 好像 重置機制 欸忘了欸他重置機制剛剛是 減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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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數啊 模組差不多啊就長這樣 好這個 自動啊可以 想說怎麼自己跑來跑去 有沒有出土工暴擊命中就出血暗黑了 兩個長風 然後這圖經濟 衝過去衝回來這樣 哇他真的好飄逸喔這隻角色真的好飄逸 這隻角色真的好飄逸 就是會跑來跑去 喔好快喔 真正撿好快 點75%大家有發現嗎 大家看那個UE技能 你能看喔 你看啊放IEU 然後開始放技能 你能夠更剩5 6秒 瞬間剩5 6秒 還要剩5 6秒 在這個地方啊 這個地方 原本放下去剩CD3幾秒嗎 Mario觸發然後ник已剩6秒而已 看一下奧義吧 大同效益吧 怎麼動畫不夠長啊 但是我現在玩起來感覺就是非常飄 就這樣會瞬移啊瞬移去飄來飄去 尤其是進兩個咻咻咻咻咻 感覺在躲招用的 就是手感 你會覺得它打擊感沒有像草蹄那麼圈圈倒露的感覺 原本雷歐娜瘋娜玩起來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太飄喔因為它很像那個狂犬 用四隻腳在那邊跑 在地板上跑來跑去 跳來跳去 就沒辦法 那實際上還是要打打看 打工廠啊 換一隻塔大佬都畢業了吧 現在到80層還沒畢業 可能瞬間就畢業了 我剛剛是這樣而已 有沒有減少80%冷卻 就是我用了對不對 重置完之後 它會消滅自己的血脂膠料 還有血脂肌品對象 反正我就觸發了啦 我用了就觸發了啦 我打一打就觸發了 所以這個冷卻原本35秒 直接變5秒而已 5、6秒而已 所以UE就可以很容易用 就是一個輔助技 因為你輔助的話是這個 這個 抗暴減低啊 然後增傷啊 然後氣勢 減少它的威壓啊 被打就比較痛 那些小兵被打就比較痛 減少他們威壓 現在等於就是要增加我們的氣勢嘛 那這個就是比較簡單啊 就是 待會來放一些好了 我只有這個嘛 就主動劑減少70% 原本是75% 原本是75% 然後你這邊還要再減 還要再減 70% 好用用看用用看 剛剛沒用嘛 剛剛我在用UE啊 那我們現在來用PUE PUE的話 你就要用那個 先 Peer Awaken 再放EUE就變PUE 好 傷害測試 待會去打一下 工會吧 工會塔 打個1分鐘 我們看一下那個PUE 它的極限護甲是 1 1 1沒有 1只有那個 它只有觸發霸體而已 2是極限護甲 哇這個 技能3掌風好像是追蹤的刀欸 大家有發現嗎 等一下它會追蹤過去 好放喔 差不多啊 就是用起來的感覺跟PUE差不多 然後這個還可以放在U1 就是你那個 你PUE用完之後對不對 你可以改放U1 好逼這進去EX 它的奧義真的給我感覺有點短 不管是那個內建核心必殺還是那個特殊卡 我們去看一下特殊卡好了 我們再看1分鐘 因為時間20分鐘了 畢竟我是邊養成邊玩邊解說嘛 我都第一次玩第一次看 不過沒差啦 因為我們玩這個遊戲已經玩那麼多年了 大家都很熟 新角過來也是差不多 除非它有新的機制嘛 新的機制你再測試一下就好了 公會討伐戰 我是暗黑跟初學嗎 我這裡有初學 我應該是暗黑跟初學啦 然後這邊是動機 我們知道這個 傷害不知道 喔傷害不知道 欸我這個是打手 我就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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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玩好了 就直接爆發好了 就直接peerwaken 好像兩個人重疊勒 跳來跳去直接重疊 技能力好像冷卻還可以 好一百多 B 然後我這是模擬器 模擬器三位本來就會偏低了 欸怎麼沒有觸發啊 怎麼沒有觸發啊 怎麼沒有觸發那個 反正我一定是明明暗黑啊對不對 人生會放暗黑的人通常都明明暗黑耶 進那一也可以連暗 我這1星喔 1星 然後那個卡片是強化這種 finish技的 今天可以連暗耶 這樣會比較強嗎我不知道 就是你要去分析說 技能你要按的時候要怎麼按 上來才會提高 但是像我這樣1 2 3 1 2 3還是技能一連暗還是怎麼樣 這個我就先不探討了 但是感覺剛剛技能一可以連暗 對對對它就一直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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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 感覺它是雙減CD的感覺 啊這個還要再測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再花一點時間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 你這邊已經減了一次了 75 然後再放一次 我再放一次 它是不是又再減一次 這我不知道啊 它是雙重減嗎 還是說以這個為主 還是以第一次為主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今天時間的關係就先抽到這邊吧 明天再玩明天再玩 明天可以爬塔 爬塔來玩一下 一樣是玩這個 就爬塔玩一下 我都還沒爬嘛 爬塔你就可以看打小兵的狀況 然後打工場也可以看打工場的狀況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拜拜